今天晚上吃鍋貼還是燒辣呢 冒死邊 我知道了 就吃火鍋吧 不要不要不要 昨天才 冒死邊 差一點 根據警政署2017年的統計 高速公路事故佔了全體事故的六成 而其中又以為保持安全距離 為最大宗原因 長時間的疲勞駕駛 會導致判斷力與反應能力的下降 造成事故 而車載科技的發展 或許能成為問題的解方 降低車禍的發生率喔 麻煩一下 行照駕照拿出來 雖然我們沒辦法讓人們變得更專注 但可以讓車子變得更聰明 像是在車輛的不同位置 裝設感測器與攝影機 擔任駕駛的第三 第四 五六七隻眼睛 將環境變化 回傳車載電腦做分析 在不同智慧系統的協作下 調整車輛的行車模式 以降低危險 冒先生 你罰單腳不完了你 早知道就不要享受晚餐了 裝設在車頭的感測器 可以獲得前車的車距 車速等數據 系統即時運算後 再送出訊號控制油門及煞車 保持安全的行車距離 這一套自動跟車的技術 就叫做 全速域主動式定速巡航調節系統 而在走走停停的市區內 系統能以全速域的方式跟隨前車 當前方車輛煞車時 可同時煞停 若前車在幾秒內又繼續前進 系統無需重新設定 就可以再度起步 減少頻繁踩踏煞車油門的疲倦感 但如果前車因切換車道而離開了前方 車子會不會失去方向感 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 如果前方無車 系統會根據設定 將油門自動加速到駕駛設定的速域喔 你是說這樣右腳就可以休息了嗎 沒錯 連在高速公路上都可以不用踩油門啊 太酷了吧 腳那麼短踩油門真的很累 但會不會擦撞到左右的車啊 為了避免精神不計時 開車左飄飄右移移 擋風玻璃上方的攝影機 可以識別左右兩側的標線位置 隨時微調方向盤 讓車子自動保持在中線上 這就是 車道導陣輔助系統 太棒了 以後可以一邊開車一邊玩手遊了 不不不不 系統配備安全措施 駕駛需要於全速域主動式定速巡航調節系統 與車道導陣輔助系統同步被開啟 偵測到道路線 且雙手必須維持在方向盤上 才能啟用 避免意外發生 這些智慧系統甚至能解決塞車問題呢 緩解塞車? 這有什麼關聯啊? 只要有一位駕駛跟不上車流的速度 後方都會因為跟車距離不足而減速 引發大塞車 但是如果每輛車都能保持相同的速率 沒有烏龜車出現 也沒有車子任意月線造成混亂 塞車的問題就能因此緩解喔 過去我們為了聽音樂 在車上加裝收音機 為了看節目 加裝衛星電視 現在為了讓行車更輕鬆也更安全 我們加裝了智慧系統 未來車載科技不斷進化 不論你是想在車上看書 睡覺還是做瑜伽 全都大丈夫呢 小紅你為什麼不聰明一點 道路的狀況瞬息萬變 而新一代智慧車是如何防止撞擊呢 就讓我們下集待續吧